好,那關於各個角色的冰刃升級啊 我們除了冰刃的復魂之外啊 然後跟萃火的接觸 那我們要升級武器的那個等級的話 我們在冰刃譜這邊可以看到有很多種 很多種的冰刃譜 那這個冰刃譜要去拿到圖譜 你才可以做打造的動作 那怎麼拿到圖譜呢 以夏侯儀為例的話 我們要去裂星 裂星在這裡 好,點進去之後 去找到夏侯儀的星秀 這個位置 那夏侯儀有一個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天魂之力 那這個天魂之力要怎麼取得呢 你要完成每一個的 每一個角色的成就 比如說夏侯儀有一個五行畫運-3 然後角色符五內上分之提升到3 你就可以得到天魂之力 20跟十字禁石 好,那假設我解完了其中一個 拿到了20的天魂之力之後 點沾星 那沾星裡面有 1,2,3,4,5,6 6個 然後6個的話要在角位位階60才可以全部解鎖 那目前我的等級是30等 可以解鎖腳跟抗 那腳可以提升的效果是物防跟法防 那抗的效果是提升氣險 每一種的位置會有不同的回想的效果 那目前大師我只解鎖這兩個 OK,那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個 紫金利刃的圖譜 那 他是說 欸,這個是夏侯儀所持 奇風不長得之 火灶解 虛化之 圖譜中記載的紫金利刃的鍛造之法 那紫金利刃估計應該是 從高老上那邊的紫金劍去做打造的 這是我猜測的 好,這個不重要 那重要的是說 他這邊有一個2,5 你要提升到5之後才可以拿到這個圖譜 那怎麼提升呢 假設我選這個角 右下角一個回想 點下去之後 會消耗5個天魂之力 然後這邊就增加1 所以我們要增加到5 然後他就發光 我們就可以去點 點他之後就得到紫金利刃圖譜 所以我估計啊 你 你每解一個星秀的等級之後 你可以拿到對應的獎賞 好,像下一個獎賞就是夏侯儀的行外傷魂 除了傷盒是可以去做任務 可以拿到行外傷魂做突破的動作之外 在星秀裡面呢 烈星的星秀裡面也可以拿到行外傷魂 那之後的圖譜是不是也是 照這樣子的方式去做解鎖的動作呢 目前還不知道 但估計應該是啦 好,目前可以拿到第二階就是 R的等級的冰刃 那我們當我們拿到之後呢 我們要去看一下 他所需的材料是什麼 那夏侯儀呢 他是宙斯 那我們從這邊冰刃圖得到一個 好,紫金利刃 就解鎖了 然後呢 他有一些冰刃的特性 那每一個人可能會不一樣 那夏侯儀的是 炎獄空間 那升級之後會氣血跟法攻提高到107-128 那每一階的冰刃會不同 不同的效果 OK,再來 他會得到一個絕敏的傷害提升5% 那這個材料是什麼呢 材料是說 他是銅玉 那銅玉 他可以練 可以幫忙練制的冰刃有哪些的指驗呢 是鑄油跟鑄絲 也就是說 你只要拿到這個銅玉 你只要是鑄油跟鑄絲 都可以 用這個材料去做升級的動作 那我們前往煉化 好 他會告訴你圖譜所需的材料不足 OK,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 我們要去哪裡 去解鎖呢 不是解鎖 是找尋材料 要去這個 逸文探險 逸文探險這邊 有一個 旋雨 旋雨 雨勢跟御風 然後再來一個是 咒絲跟鑄油 好 那下回也是咒絲嘛 所以你要選的日常的任務是 鋸子 祕蜜苦 銅玉 這一個 然後就是我們所需的材料 那我們就要耗費五個小時 去 解這個 任務 去拿到這個銅玉 好 過程大概是這樣 然後你要完成這些條件 第二條件就是 咒絲嘛 好,咒絲先拍一個仰環 然後跟鑄油 鑄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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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就是 好,那我們就這樣子好了 好 當我們任務解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拿到銅玉 拿到銅玉之後呢 就可以幫 我們的角色 冰刃做 升階的動作 那總共有到 冰刃補抗 冰刃補有幾個 一 一個 升級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總共有三個 也就是說R SR SSR 所以你總共要升到 最強的話就是SSR 你只要照 重複的動作 來回好幾次 大致上是這樣 那 你升階之後 會不會要那個 升階的材料 會不會變到 變到八個 十二個 都還不確定 那 大致上你 天地劫這款手游 你要做 冰刃的強化 除了復魂 再來就是 最主要就是 升級你的武器的 的星數啦 好 那這邊介紹到這邊啦 那這邊介紹到這邊啦